卢台长好 你好 我是1958年属狗 请卢台长帮我看看 头会拉着皮肤会痒 是什么原因 58年属狗的是吧 是 是你本人啊 是 那首先告诉你 你不但头皮会痒 我可以告诉你的手啊 晚上啊会发麻 早上经常这个手臂会发麻 是 对不对啊 对 我告诉你 你这个人心中啊 很多事情放不下 因为你有恨 听得懂吗 你有一件事情 一直恨到现在 不能原谅一个人 你要学佛啊 要念心经啊 要原谅别人 都是你欠人家的 你上辈子是个男的 我看到你是做生意的 戴着这种鸭舌帽 现在讲起来叫 特务 那个时候呢 就是做生意的人 就戴这种帽子的 听得懂吗 所以你的脾气刚强的不得了 你像男人一样的性格 你全愿吃亏 我也不会被人家讲一句话 我会什么什么什么 听得懂吗 毛病好好改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我刚刚看到你妇科很不好 你乳房啊出事过 对不对啊 好好讲啊 我告诉你 还有一个问题 你要注意的 你家里啊 现在啊 家里的风水也不好 因为我刚刚看你们家 还是蛮大的 听得懂吗 而且我还看到 这个有一个像炉子一样 就是有一个洞啊 就是一个储藏室啊 听得懂吗 这个储藏室啊 好像在进门的右手边 过去一点点 明白吗 里边有灵性 所以经常会到你厨房里 你的厨房会经常有声音 还有就是 你的房顶上会有声音 明白吗 明白 听见没有啊 听见 千万不要跟他讲话啊 是 你要跟他讲话 他晚上就掐你脖子来了 这就叫鬼 鬼压生啊 你们都好好学的 明白了吗 明白 没问题的 你这个人其他没什么 人很正 就是脾气太不好 边上是你的老公还是儿子啊 先生 先生是吧 我一讲你先生笑的嘞 说台长 你怎么说的这么对的啦 我都吓得不敢讲的话 你怎么都敢讲啦 看见了吗 台长 我的头这样压着 该怎么办 你现在这样 我教你一个方法好吗 很简单 念大悲咒 念大悲咒的时候呢 南木书啊 一个手这么合掌 明白吗 还有一个手南木书 就这么顺着慢慢书 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咒的能量 全部会进入你的脑海里 然后你这里会发热 你记住 你们大家都学的 人到了年纪 人到了年纪大 觉得思维突然之间不舒服 脑子有点想不通 傻傻的时候 或者有时候觉得我烦的时候 拿把木书啊 这么刷书头发 叫李顺头发 把血管啊张开 这个时候呢 人就会舒服很多 而且会 血管会疏通 你记住一句话 你这半边 很快会中风 你现在几岁 你告诉我 五十六 那跟刚才前面那个人一样 你是五十九 一个大官 听得懂吗 如果你不当心的话 你会中风 你现在已经有中风的迹象了 就是经常手发麻 听得懂吗 把手垫得高一点 睡觉的时候 还有不要再吃活的东西了 没有 吃素了 现在吃了多少年 刚刚开始吃素 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吃素 三十多年吃素 怎么吃成这样啊 还贪嗔吃啊 听得懂吗 贪嗔没有做好 拼命地吃了 不是那个语吃了 你要记住啊 一定要放下自己 想通 学佛的人 我今天已经吃素 我是善良的人了 我就什么都忘记 过去的就忘记 千万不要再记住自己的 对人家不好 人家对你不好的事情了 我给你告诉你一句话 连你老公都受你影响 因为你们两个在一起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你一讲 他就跟着你讲 你的能量很大 全到他那儿去了 听得懂吗 以后开始不讲人家不好 嘴巴里出来要口吐莲花呀 经常讲人家好话的人 会得到佛的护佑 你记住 多多念经 台长在教你一个方法 吃一点单身片 明白了吗 明白 单身片 因为肉体的病 还是要靠医学来治的 灵性的病 那么你们找找台长 我能想办法 帮你们解决 台长 请问我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你先念87章 好吗 好 我看你们家的佛堂很大 而且你们家的佛堂 也是供的观世音菩萨 但是不是心灵法门的观世音菩萨 而且我看边上有两只富贵族 两边 那个佛台都很漂亮 很干净的 对不对啊 对 台长 而且我看你们家真的很大的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很好 就是稍微老了一点 台长 刚才讲到家里面有那些好朋友 请问这个家还可以住下去吗 你看 学佛立竿见影 鬼都是他的好朋友 记住啦 因为你记住 因为台长看到了你的所有的情况 因为人太多 台长有些话不能说 明白了吗 台长知道你很多事情 你呢 家里呢 就是太kind了 你就是 因为你就是供啊供啊供啊 所以他们都会来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现在在马路上放一个台子 让大家来吃来拿 你说人家不来了 对不对啊 所以你一定要当心 现在这样的情况呢 我觉得你两种方法 能搬家的话呢 可以搬 但是如果条件不容许的话呢 你呢 赶快你听台长的话 想办法呢 把那个观世音菩萨再放一针 我们的观世音菩萨在上面 你看看会不会好一点 好吗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像你这样再下去的话 有这么多朋友在的话 你早点晚点要出事的 朋友太多了 听得懂吗 太长 我们家里面有安奉他爸爸的祖先 请问 不可以 不可以要 供完了就要拿下来 你们都不懂啊 比方说 逢冬至的时候拿出来供 清明的时候拿出来供 七月的时候拿出供 供完了之后就要收起来 因为人和鬼 不能在一个屋子里生活的 人鬼不能产生情的 所以很多人把死人照片挂在家里 还有把骨灰放在家里 家里必定倒霉 那个都是阴气 所以必须要把他请下来 到他的生成 到他的忌日 都可以请出来供他 供完了就收起来 红布包好 放起来 只有菩萨可以供 亡人不能供的 只能供完了就收起来 听得懂吗 不是心里尊重 想爸爸就可以了 不是说我一定要去怎么样怎么样 明白了吗 是 台长 帮看我的妈妈吗 1935年属猪 她跑不到 什么 属猪 1935年 还活着是吧 活着 活着 有来 应该只能看一个呀 算了 几几年呢 1935 妈妈是吧 是 你直接告诉我想看什么吧 不要叫我全部帮她看 她的脚跑 很难跑 她的关节和脚后跟都有问题 她的脚 而且现在比过去肿很大 她的人脸跟你很像瘦瘦的 对不对 你现在叫她坐在家里 要把两个脚翘起来 不要放下来 翘起来 听得懂吗 懂 好了 你要叫她念念经 她爱念什么经就念什么经 但是一定要念经 听得懂吗 明白 你叫她念南无 那个阿弥陀佛也可以 南无大师大悲 观世音菩萨也可以 如果能念的话 最好就叫她念大悲咒 明白了吗 你很孝顺 其实你们夫妻两个 学佛是很好 但是呢 比较执着 学佛人不能太执着 一切随缘 好吧 谢谢台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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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